卢秋月牧师在三十多年前来到五谷区传道 因缘际会开始照顾起弱势孩子 这些年来陆续照顾了一千多个孩子 主要是以原名的孩子为主 另外新著名之子也有三百多位 而他也以这个个人实际的照顾经验 鼓励新著名的这个父母呢 要多鼓励孩子才能够让他们拥有归属感 卢秋月牧师在三十多年前来到五谷区传道 因缘际会开始照顾起弱势孩子 这些年来陆续照顾了一千多个孩子 主要是以原名孩子为主 另外新著名之子也有三百多位 而会开始照顾新移民孩童的缘起 则是一位越南新娘的临终托付 我打开教会的门一看 我不认识啊 可是他挺了大肚子 带了一岁多的一个孩子 他就跟我讲说 他是嫁到台湾的越南人 那因为我已经怀了第二胎已经六个月了 那常常肚子痛去检查是胃癌末期 那他叫我帮忙照顾他的小孩 那时候我也没有其他的想法 我就答应他 之后这位越南新娘因病过世 卢秋月牧师就开始照顾他的孩子一直到国中 从此就开始照顾起其他新移民孩童 像新著名的孩子 当然他们的语言上是会学得比较辛苦一点 而且会比较退缩 但是也没有因为这样他们的功课不好 反而很多我们优秀的孩子是新著名 而且他们其中有一个孩子 他也读了台大博士班毕业了 对很多孩子都很优秀 常常就是不管是在国小在国中 都是考全三名 虽然中文的学习可能较为辛苦 但卢秋月牧师说 在其他学科 新移民孩童反而有着优异的表现 但可能是归属感的问题 他希望新著名之子能够再勇敢一点 他们会觉得 那个归属感比较弱一点 所以他们会比较害怕 会比较胆小 甚至是会退缩 我要告诉他们就是 希望他们加油勇敢一点 其实他们都是可以的 他们是很棒的 就好像我们这些交出来的孩子 我们看见我也常常跟妹妹讨论 我们很多孩子考第一名第二名 也都是新著名的孩子 接触过许多新移民孩童的卢秋月牧师 希望新移民父母 一定要多多鼓励自己的孩子 其实他们跟其他孩子没有什么不同 都是台湾长大的孩子 可以更自信勇敢一些 面对自己的生活 以上新闻记者林郑杰 五股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